这台布面今天中有众多的黑色区 而且呢 应该就变不动 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亮点 我们现在的话 它是40公尺的 六公道的诸重带装置 然后的话是双PUR 胶嘴 那这样的话可以扣动部门的颜色 这些可以供应 那它的最核心点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C架子是重型的 我们这个前后签 C架子 包括我们应该叫铸铁 就相当于我们做房子的一个支柱一样 非常重要 非常牢酷 那我们这个是前后签 这个是有黑客气的 各位老体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HOLD的技术 它是什么 它是导鬼式的 导鬼式的跟踪导讲 你见过吗 它这种的话是用快用 而且我进去飞着 那我们再看看 我们这一组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大部分都是斜的一个压轮 但是我们这个是垂直式的压轮 那垂直式的压轮 有什么好处呢 例如的话 高速封的时候 压轮碰撞板的压力会减少 这样的话 它会让它封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这里是有一个 伺服控制的开槽功能 那很多老体会问 开槽怎么会那么多 其实在很多 竹端已经被蒙满里面 因公司在是开槽不能的 这最后一组 各位老体 我们再看看这一整组 是抛光打蜡 那抛光打蜡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们了解 用不用多个人都知道 抛光打蜡是最合适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先封完之后 通过上蜡 然后再通过抛光 抛光的话 我们是侧面抛光 侧面抛光可以把侧面清洗干净 然后可以有光折亮度 然后这是上下抛光 整个把蜡出来 抛光完之后的话 就形成一个六面窝光的效果 关注我 下期看测试视频